字幕提供 intuitive 好了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哇真的是 有時候覺得如果說不用 真的因為昨天晚上我們做個民調 然後有2,000多人開有田517 那你知道517是什麼意思嗎 老師我知道517代表 你要重新回去上節目 那基本上你知道我怎麼回答的嗎 超過50人以上代表我不要上節目 為什麼你們都一直要我去上螢光幕 難道我們攝影棚這樣看起來比較糟糕嗎 老師你這樣看起來比較黑 我請問各位我有沒有戴大鑽石 有沒有戴勞力士手錶 那基本上你知道我是開 算了啦 我跟你講那都不重要 我存在著一個所謂價值 就是要讓會員賺錢 那你們賺錢之後 我們這樣一起來行善布施 來幫助到更多需要 要被幫助的人這比較實在 所以說你們要我去錄節目 我講坦白的錄節目 第一個百萬的一個所謂電視成本 所以說我每天要想盡辦法 去招收新的一個所謂會員 好可憐哦 那第二個我每天 如果說你為了準備節目 準備節目 因為那個節目你要很精緻 很精緻精細嘛 所以說你每天一定上節目 一定要講買最低賣最高 你自己看嘛 大部分的頭顧老師 你看所有的頭顧節目 不都是一模一樣嗎 就好像阿兵哥在踢正步一樣 這樣看過去是平頭 平頭是每一個人每天都買最低賣最高 這難道是你要的嗎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說真的 有任何一套軟體 不經由任何的預測 不經由任何的分析 能夠買最低賣最高 相信我天底下 他真的不會有窮人了 我們就慢慢講下去哦 其實現在主力做手 我覺得他很賤的地方在哪裡 很簡單 他現在的話不管包括AM 不管包括PM 他都要想盡辦法把手給伸進去 所以說你要有更多的夜水預測 什麼叫更多的預測 我舉個例子這是昨天沒錯吧 昨天8點57班的時候 我也記住跟你預告 我說極短線的部分 你要看清楚哦 我說主力心態他是空 可是他進入一個標標準的多方時間 結果昨天台北股市 有沒有一根所謂的黑K棒 還沒完 結果來到昨天的 你大概在下午的時候 你就看到主力心態 他是油空轉多 油空轉多 油空轉多 在下午的時候主力心態是油空轉多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PM盤 他是往上做一個所謂拉抬 往上做拉抬 所以這為什麼你是需要在第一時間 擁有主力心態最主要的原因 好那開始進入今天了 那今天9點09分的時候 9點09分 我請問大家開盤了沒 開盤了沒 9點09分 我預告會要開始進入的一個 所謂空方時間 早上會有空方時間 我們先看空頭怎麼混 這是我9點09分的 再來一遍哦 基本上最近有很多人帶相投靠 他還是會問同樣一句話說 下老師啊 你會跟一般投庫老師一模一樣 那麼每天呢 我講坦白的做錯邊 然後拿軟體上去呼嚕 然後每天告訴你買最低賣最高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每一個投庫 你把這句話記起來 你就不會選錯老師了 如果你選錯老師 我說比較嚴重一點 你很對不起你的祖先 如果說每一個投庫老師 真的這麼樣的準 為什麼沒有一個投庫老師 在9點09分跟你預告空方時間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 在9點25分的時候 我還照相給你看 照相給你看你看哦 當主力心態再一次游空轉多 結果他的PM美國盤往上拉 PM包括美國盤都是一模一樣 他往上做一個水拉抬 結果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你看到心態他是有多轉為一個水空 我在9點25分 那我知道呢 你們又要幹掉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9點25分跟我講 很簡單嗎 如果說你想要早一點知道 你麻煩你直接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相信我啦 你要比優惠 我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我一定比大家更好 那更重要你所使用的軟體 他一定要擁有一個水主力心態 為什麼要擁有主力心態 之前我就不歌功受得了 不管包括當時10月9號 10月9號我還在講一遍 10月14號700點 然後650點 然後然後這個540點 460點 老師應該不明白了 453點 甚至於包括主力心態多 然後連續三次的多方巨額 這樣一天就700點了 然後就 就隨便了 隨便了 那麼我請問各位 可是你仔細想看 從10月9號 那一根長開K棒 每一個投顧老師 很多投資朋友他不斷的放空停損 那問題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L水狀況 即使今天台北股市下跌 即使台北股市在禮拜一跟長開K棒 基本上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老師 然後你跟你講說 哎呦 漲得千點了 他有帶你去做多嗎 不斷的放空停損 停損完之後再放空 結果在跌的時候 禮拜一還跑去做多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老師 我麻煩大家無論如何 也要帶槍投靠 來再看一看我的邏輯 在11月1號也是上禮拜 我預告外資吃的襯托鐵流星 降上344點 因為上個禮拜一台北股市又大漲 對大漲我還在做持續加碼 反應動作 降下350點 因為外資吃的襯托鐵流星 然後禮拜二的時候一樣 預告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標準準的一個水多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 我就以禮拜二這樣圖卡為例 上個禮拜 他跌破了一個水上升軌道線 是不是要放空 結果你跑去放空 很抱歉 禮拜又收到一個水最高的高點 這為什麼你需要在第一時間 擁有主力心態 然後全排彎能給你看 連續性的主力心態 不是給你看今天10點到12點而已 然後之前不敢給你看 昨天的不敢給你看 前天的不敢給你看 不好意思 我給你看整套的一個水主力心態 那這樣子我請問大家 又有沒有又120點 結果呢 結果呢 當你選對的商品 你的主力做什麼很機車 他說10月9號 10月9號我們舉例好了 他11100的夜水買權 他買在151 就漲到565 151塊買進一檔股票 結果呢 結果了多久時間 多久時間 剛剛好一個月的時間 從151漲到565 賺到爆炸了 賺了2.73倍 好 等同於 等同於 而且證據 主力做證據 自己看上面哦 等同於你藉由主力心態 藉由最大值的規劃 我講坦白 你要掌握千點的波動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那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很多 有沒有很清楚的 讓我的會員吃到榮家吃到 於是吃到鮑魚 來從上禮拜三開始 上禮拜三依靠主力心態空 上禮拜三依靠主力心態空 結果這樣跌了250點 上個禮拜四遇到主力心態 還是個飆飆準準的空 結果到禮拜一總共跌了330點 上個禮拜往 拉尾盤拉起來 來形成不合適頭肩頂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 相信我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我一定認為要上去了 結果到禮拜一 有沒有一口氣疊了170點 但同一中11月9號 一路做多 剛好到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三開始反手做 一個所謂放空動作 禮拜三放空 禮拜四放空 禮拜五放空 禮拜一繼續做放空的一個所謂動作 結果來在一面哦 主力做手 他先賺2.7倍 2.7倍之後 在短短兩天時間之內 他又賺了1.4倍 會難嗎 轉嗎會難嗎 那是因為你沒有主力心態 你轉不過來 所以全包衛360的夜水升級版 我講坦白的 盤前大盤的規劃 還有盤中的夜水軟體 全天候行情不錯過 我來再讓你證明什麼叫盤前的 夜水的規劃 那問題為什麼你要懂得 如何去計算夜水主力心態 如果你懂得如何去計算 主力的夜水心態 主力的夜水成本 你懂得計算裡面的低 低的部分我們AC已經交完了 AC已經全部交完了 那現在要教大家主力心態 如果說你懂得計算AC的情況下 禮拜一你會笨到以為開低 走高拉尾盤嗎 禮拜一主力心態強空 而這件事情人家在禮拜五的晚上 還繼續在做 因為在看上面時間的夜水空 結果禮拜一台北股市 有沒有收到最低低點 禮拜二的時候 我給你預告主力心態有空轉多 而且12點半以後 會有非常純的夜水多方的時間 這樣有沒有45點 這樣有沒有又44% 好等同於之前 之前上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主力心態空 主力心態空 結果主力做手跑去放空 跑去買賣權賺了1.4倍 就之後當心態再一次油空轉多 他跑去買賣權 這樣子先買賣權 再買賣權 這樣就高達1.8倍了 沒錯吧 沒錯吧 結果跟你預告收盤大於關價 收盤大於一個所謂A星 結果他現在再一次油空轉多 他有沒有直接殺到 殺到什麼 殺到最大值 他有沒有直接來到了9點15分以後 會進入一個標標準準的多方時間 我請問各位 昨天行情有沒有很難操作 那如果說昨天有一個老師還能夠賺錢 好的老師是能夠帶你通過盤整盤 還有趨勢盤的夜水連續考驗 還沒完 今天有沒有很難做 今天有沒有看到低點破低跑去放空 那你知道你錯在哪裡嗎 再看一遍 這昨天的解盤 昨天我說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的空 結果外資果然是站在一個所謂賣方 可是昨天我們跟你預告收盤大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星 我還告訴你今天開高就會走低 這是我昨天我講的 我昨天我講的麻煩掉重播帶 如果我沒講這句話 我頭墮下來給你當椅子做 我說今天最好開低 這是我昨天講的 因為昨天的一個所謂收盤是大於關鍵價 收盤是小於一個所謂A星 來看清楚先看上面時間 什麼叫盤前的一個所謂規劃 看清楚 早上8點41分的時候 我請問大家開盤了沒 這個時間 不好意思 這是Google打印在上面的 這是不可能造假的 因為造假是一個標標準的詐欺罪 看清楚 我說9點50分以前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空方時間 開高還是會先往下殺 這次早上8點41分的時候 我就把我就今天行情的看法 跟會員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都跟你報告完之後會不會做 跟你報告完了 跟你報告完了先看上面時間 8點41分 8點41分好 9點09分跟你預告空方時間 9點25分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另外他是由多轉空 從PM美國盤的多再轉為由多轉空 再由多轉為一個水空 結果這樣子一口氣有沒有跌70點 他是誰你不要說老師你9點25分 你9點25分 你才跟我講主力心態空 好丟臉喔 老師講完之後他有往上拉耶 老師講完之後他有往上拉耶 衰啊 衰啊 你的軟體不叫你做多 你的軟體不叫你做多 一口氣殺了70點 9點46分 證據在這裡 這叫來再變喔 怎麼樣學 怎麼樣學 學頭顧老師就不要學了 每天看圖說故事 連我家那個叫他 叫他握手握手握手 多多握手都不會握手的 多多都會了 你要學什麼 要學預測 如果每一個頭顧老師真的這麼樣準 為什麼不敢在9點5分 為什麼不敢在9點45分 為什麼不敢在9點46分 斬釘截鐵 預告主力心態空 這樣又70%了還沒彎 你會嚇死人 人家主力怎麼賺錢的 很多人很羨慕主力作手 我舉個例子好了 上個禮拜有一個主力 剛進來這一個所謂市場 他們的定義 第一個這些專業他們都懂 第二個他們很有錢 你知道嗎 從上個禮拜到今天為止 上個禮拜 上禮拜他先買賣權 然後暴跌 然後禮拜二再買賣權 然後之後再買賣權 然後再買賣權 這樣子就2.18倍 2.18倍是什麼概念嗎 什麼概念嗎 他放100萬下去 他放100萬下去 現在變318萬 100萬下去現在變318萬 318萬能幹什麼 很簡單 本抽出來還有218萬 218萬剛好買一台 他說我兒子讀大學 讀淡江大學 我看還是買一台比較安全的車 給他好了 買一台賓士 買一台賓士 A class 他說還有找 還要找賦線 賦線170萬 結果他賦218萬 他下午1000車 170萬 大學生開賓士車 然後你又在嫉妒人家 又在羨慕人家 我再一遍 你今天來市場上 如果說你只有帶幾毛錢來就算了 你今天來市場上你會帶50萬 你要50萬現在可以變600萬 那你在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因為你沒有主力心態 那沒有主力心態沒有關係 要驗證一定要驗證 要驗證再驗證 那我請問大家9點你有分 9點25分有沒有給你越高 9點46分有沒有拉起來 有沒有拉起來 這有沒有往下煞 有沒有往下煞 這樣子很簡單 就218萬 所以說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說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你不用貨比三家了 貨比三家是不吃虧 重點在於說 我們有主力心態 你要使用的軟體 如果沒有主力心態 這四個字就不要再用了 重點我們有盤錢稿 你要問這些事情 問這些事情 我有盤錢稿 重點我們還有對賬單 你想看對賬單的 直接打電話進來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可以看每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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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你如果說你所要使用的軟體 或是空訊 都是一模一樣 沒有辦法給你盤錢稿 你就不要了 就不要 那這太貴 所以說全班會360 真的只要115 而且從明年開始起算 0223923988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看 老師啊 我感覺好像要上去 老師我感覺好像要崩盤 你們兩邊都猜錯了 因為今天收盤跟昨天剛好顛倒 今天收盤是大於關鍵價 小於關鍵價 可是今天收盤大於A7 重點是周限關鍵價 你有沒有發現 這幾個禮拜周限都紅燈 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說上個禮拜一創新高 上個禮拜一創新高 然後請問大家 自從上個禮拜三開始放空 3451 都在放空 然後請問大家 這禮拜周限紅燈多在幹嘛 上課 聽不懂看不懂我的手勢你就完蛋了 你就不要再做了 再震盪 這不是好事 這不是好事 周限關鍵價明天要收周限 周限關鍵價你一定要知道 已經解完了 已經解完了 那更重要更細部的夜水部分 有關於台北新竹台南高雄 禮拜六禮拜天的夜水投資講座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來 因為我在上一次講座 我已經跟你預告了 11月份會有一個轉折 這個轉折如果真的轉過去 現在已經轉了 現在已經轉了四成 現在已經轉了五成 如果真的要轉過去 12月份大崩盤 好老師有選舉行情 神經病啊 如果美國跌3000點 臺灣不會跌 你們想太多了吧 如果美國跌3000點 臺灣不會跌 因為選舉行情 你當國安基金是笨蛋草包 我講坦白 我是蔡總統 我現在民調這麼高 我還希望他跌 跌的時候等1月1日開始互盤 更厲害 我不能12月份美國跌3000點嗎 我不能嗎 我不能嗎 所以這轉折 不要被我講對了 其實轉折我講對一部分 自己看關鍵報告 如果再發生的話 很抱歉12月大崩盤 12月大崩盤 我先跟你講 所以說這跟一些關鍵講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知道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知道 至於倒數第二個 既文貌台北亞 誰將接辦 還有人要舉手問我嗎 還有人要舉手問我嗎 現在全市場上 每一個人都有2448金電 真的超級無敵 下流不要臉的 都有滑通 結果今天很多投貨老師跑去追異光 那如果我是拉金電出異光 拉高出貨 笨蛋 所以說 演講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來 光行情的一個所謂部分 這價值你好幾的一個千萬千萬不要做錯 那麼至於說誰將接棒 我說過了 我會介紹6G的題材 老師6G的題材真的可以買嗎 廢話再講一遍 6G你自己網路上查 可以查到股票 可是都不是那些 我都幫你查好 都不是那些 我所介紹的股票 如果網路上查得到的話 我先跟你信 6G他是未來的主題 相信我 相信6G是未來的主題 而且你要知道 川普的野心 到時候我們演講會 再慢慢跟大家做報告 然後行善布施 然後穩帽就不用講了 穩帽賺了1.7倍 1.7倍之後 我314塊錢出掉出掉 出掉完全出掉 沒有任何一張穩帽 我被人家講說我又有穩帽 那種下賤的事我做不出來 那種下賤事我做不出來 台湾店70漲0100 六七八台表哥70漲0100 在過去是有南界 816南界有三次漲0100 因為主題心態多 然後是一包2313滑通 來再一遍 再一遍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老師 一檔股票 可以講從823炮戰一直講到現在 8月到9月 9月到10月 10月到11月 三個月時間 喜不喜歡滑通再回到31.7 那31.7往下擊殺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很簡單 你不會算主題心態 因為你不會算多空的 夜水防守價 中美金乃至6451的夜水訊息 也高達四支的夜水漲停板 跳花點正威三支漲停板 家金也四支的夜水漲停板 2317的一盒紅海 為什麼紅海今天報紙利多不能買 我現在考你們 我現在考你們 老師利多出鏡 如果只是需要知道利多出鏡 我謝文就不用混了 答不出來 如果答不出來 你們不要再做的 你們程度程度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全方位360全包 你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因為當你學起來的時候 在10月15號的時候 你知道要買紅海 然後紅海走第一段 休息的時候 你知道要加碼買進 一檔紅海在半個月的時間 大賺兩支漲停板 就只有我謝文恩 事前預告才是真的 其他獎再多都沒有用 好 那為什麼紅海不會漲 因為很簡單 他的收盤小於90.14 這是為什麼你看到報紙的夜水利多 他反而開高走低 最主要原因 能不能買 廢話當然可以買 主力心太多 押回月觀這樣買 我解盤都解很快很快 3653建策 一樣證據在這邊 Light 8都給你報告 你不敢買142塊就給你預告 漲到190 漲了三支的夜水漲停板 為什麼上課 因為上課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無聊 那為什麼要上課 再慢慢講 678台表科利用急殺 買進賺了一支漲停板 很好 三個禮拜前 就給你預告2448的經典 而且來回做價差 光經典就高達6支漲停板 100萬進去 現在變160萬 連勇有沒有跌 有沒有跌 為什麼我這麼厲害 利用盤中多空轉換技巧 1028到218 台灣No.1的預期也5塊錢 2278台表科反手放空3塊錢 2313華通利用急殺買進 又賺了兩支的夜水漲停板 然後再急殺一次 再買進又賺漲停板 那問題為什麼華通一直創新高 再看一下他下面的主力心態好不好 主力心態空 你再怎麼做多你都賺不到 主力心態有空轉多 華通的股價有沒有再創波段新高 這是為什麼當華通在上個禮拜往下急殺 我告訴我的會員持續做加碼買進 因為自己看下面的主力心態 結果華通的股價有沒有再創波段上面新高 上個禮拜三44.1上個禮拜三44.1再買 到今天已經超過兩支漲停板了 賺已經超過6塊錢了 你買10張你賺了6萬塊 同樣2448金電 你可以找到一個老師一檔股票 要講三個禮拜時間嗎 11月11號 我還有跟你講喔 11月11號 我還跟你預告28.6 我還在做經電的夜隨加碼買進 我請問大家 現在你看不到後面喔 你只看到主力心態 證據在這邊喔 你敢不敢買 正常的不敢買 除非你是鬼啦 正常你不敢買 除非你是鬼啦 因為跌破K棒 所以說放空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反手做多經電 抱歉28.6買 還沒完還沒完 禮拜二的時候上個禮拜一 111光棍節 111是這個禮拜啊 抱歉說不對了 這個禮拜一再跟你預告 禮拜二9點開盤那一剎那 我說股票閉著眼睛都會做 兩檔股票就好了 2313的滑通2448的經電 麻煩你把你的LINE的打開 麻煩你把他日期回推到 再一個禮拜二11月12號 誰敢跟你講經電 誰敢跟你講滑通 還沒完 經電前天還昨天急殺 來到29.6 麻煩再看一下你的LINE 我要跟你預告買經電 就從29.6 漲到今天33塊錢 剛好漲了3塊4 賺3塊好不好 100張自己想看差多少錢 10張3萬 100張30萬 你有沒有跟你預告 LINE有沒有跟你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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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心態空著再一遍 我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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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很久了 等了好久了 這今年全部都是月線紅燈 我在等月線綠燈 我在等月線綠燈 懂我意思 神盾 一個好的老師 可以幫你找到多方標的 也可以幫你找到空方標的 295塊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由多轉空 跌了53塊 沒錯吧 沒錯吧 雙紅更經典 236塊錢還沒跌 還沒跌 我就跟你講說 怪怪的主力作手 已經空了7天的時間 我說主力空7天 我說主力空7天 自己看吧 從紅色變綠色 236跌到201 跌了35塊錢 紅燕的穩帽主力心態空 所以說我把他獲利做全部賣出的動作 紅燕的華新科也是一模一樣 還沒完 昨天所跟大家預告的華新科 今天有沒有碰到多方方走價 沒有 那代表強 可是月關鍵價171.5 擋在那邊 會使用 會使用 不會使用的廣告做電話 把它撥通 同樣的再舉例 他就說我輸啊 今天哪邊可以買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每天LINE AT都跟你預告 然後昨天晚上再一次跟你預告 有吧 昨天晚上我們在做那個 拆米活動的時候 還在跟你預告2448斤店 你就是不敢賣 自己看右半邊 我看一下 因為我自己看不到 哦 賊顧啊 賊顧人就想消失一下 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 明天他的空方防腦價落在34.02 然後多方防腦價落在31.77 那我請問大家預測今天壓力在30.77 今天收盤又收到3.77 有那代表超級無敵強勢 代表明天就很容易來到下肢 可以幫助壓力 手機板的一個所謂部分在正下方 電腦板部分在右半邊 今天聖誕法人 我沒有帶手機啦 我手機很容易沒電了 很容易沒電了 隨便啦 反正今天收盤小於關 今天是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大於A息 所以說明天還要上下震盪 那上下震盪 其實要最好的方式 當然是跳水 所以你藉由的夜水主力心態 藉由的夜水多空的 夜水防守價 我講太白 你每一個月 你要掌握千點的夜水波動 真的很簡單 你沒有看到藉由主力心態 人家主力作手 人在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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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 短短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狂撈了2.8倍 不到一個禮拜狂撈2.8倍 那種感覺是多麼樣爽 的事情 100萬放進去 結果照本質去看 現在變380萬 這一奇跡可以發生在你身上 重點你要懂得 如去計算這些多空主力心態 重點你要懂得 如去計算月限關鍵價 而這一切的細節 一切的種種 我們都會在演講會上 給大家一個非常明確 而且非常完整的報告 你還沒預約報名 我們的夜水投資獎座 0223923988 你每天看我的夜水電視節目 你也認同我們很簡單 花時間好好的研究 你有幫會員蒙福利 這才是你們要的 所以說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多了更多的研究時間 去幫助到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這才是我們今天身為投庫老師 存在的夜水 唯一的夜水價值 全方位360全包專案 全方位360全包專案 除了給你魚池 更重要我們教大家釣魚的技巧 真的只要115 或是你手中有持股上面問題 一樣 一樣就只有統一通電話 拿手機不要拿試話 我連我家都沒有試話了 直接撥0223923988 就直接告訴他們 你要預約報名我們的獎座 或是你要索取索取沒有索取 或是你要索取全包360 真的只要115 而且從明年起算 0223923988 好幾分